中美新一轮战略磋商基本上已经结束了,尽管在磋商中并没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果,可中国同意磋商本身就已经是给了拜登面子。 从美方透露未来几天可能通话的消息来看,中国还真的算是给足了面子,拜登下台前实现最后一次会晤的可能性大增。 在宣布退选总统连任和确定了哈里斯接班之后,美国总统拜登又推动了新一轮的中美战略磋商,以美国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问中国为标志。 这新一轮磋商也就开始了,而以中方赴美参会期间,与美国务卿布林肯的会谈为标志,新一轮战略磋商也就基本上结束了。 尽管中方与布林肯的会谈不是十分愉快,这从布林肯在中国国庆前没有发贺电就可以看出,可是随后还是在10月3日补发了贺电,这表明中国最终还是决定给拜登一点面子。 在布林肯补发国庆贺电之后,美方立即就透露未来几天可能再一次通话,尽管我方已经明确不参加巴西级20峰会,可最后还有一个秘鲁APAC会议,这才是会晤的最后一次机会。 林肯末晚,拜登还要进行任期内,最后一次中美战略磋商,核心不在于能否取得磋商成果,而在于借机寻求会晤的可能,真正的目的有二,一是为自己任期,画上一个基本圆满的句号,世界进入到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时代,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,这都是拜登定义的。 尽管拜登一再强调是竞争不是对抗,可重构世界秩序,或者说改变世界,又岂是用竞争能够实现的,强大的美国,手握霸权的美国,又怎么能让中国和平复兴崛起,成为世界强国,实际上这等于是拜登给中美关系定性为敌对,尽管如此,可拜登也清楚,冷战时代已经过去,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苏联可比。 重要的是世界在变,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,都是普遍反对的,因此拜登把打压遏制说成是竞争,美国严厉打压了中国,可中国并没有与美国反目成仇,这等于是进入了美国的所谓竞争节奏,这彰显的是拜登掌控局势的能力。 然而既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,拜登在任期内,却没能与中国实现相互的正式过失访问,只有表明了拜登的外交无能,既然已经是无法实现互访了,那么再实现一次会晤也是好的, 因此只有实现了再一次会晤,多少也表明了拜登的外交掌控能力,也算是他这一届总统,在处理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圆满。 二是为哈里斯站队,拜登退选是情非得已,或者说并非出自个人意愿,是被民主党人逼宫的结果,让他的副手哈里斯成为他的竞争接班人,这应当是拜登退选的重要条件。 在近四年的时间里,拜登一直表现出来的是与哈里斯的关系相当亲密,或者他会认为哈里斯会对他能感恩戴德,也就是一旦当选,能够继续他的离国执政理念。 重要的是或许拜登还认为,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助哈里斯取胜,在即将卸任之际,再推动一次中美战略磋商,如果谈得好,就会让美国的选民们认为拜登还有较强的能力。 美国选民或许会选择拜登的清选接班人,重要的是这一轮中美战略磋商,即使没有成果,中国当然也希望下一届政府能够延续下来,如果特朗普上台后完全推翻,一切都得重头再来,这自然不是中国所愿,而重新磋商后,如果继任者不认可,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出而反而,这会让中国反感,中美关系的缓和恐怕会更困难。 这等于是给特朗普挖了个坑,如果是哈里斯上台,自然会更多延续这一轮的战略磋商,这等于是继承了拜登的政治遗产。 对于我方来说,对美国人的谈谈打打,打打谈谈已经形成了习惯,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不受其害了,正所谓你有你的千条妙计,我有我的一定之规。 既然美国主动求稳,对中国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,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争取更多的时间,来发展强大自己,更需要时间来进行战略部署。 自然不希望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,但是近来拜登的表现实在也不怎么的,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势,一边与中国进行战略磋商,一边却在台海和南海制造紧张空气,还有加征关税。 对,所以相见自然是难了,中国不参加巴西举办的G20峰会,这应当令拜登有些恼火,这可能是布林肯在中国过情之前,魄力不祝贺的重要原因之一,或许随后获悉中国要参加G20之后的,秘鲁APAC峰会,只有燃起了希望,对于中国来说,尽管G20峰会的范围更大,可如今G20已经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了,而APAC属于亚太范围, 对中国来说意义或许更大,重要的是中国与巴西见面的时候太多了,该说的也都说明白了,而中巴的合作也是相当密切,借参加APAC峰会,与秘鲁加强一下沟通合作,可能更重要。 而对于拜登来说,届时已经是明确了美国新总统,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选择参会,当然会选择盟友更多的G20峰会了,秘鲁对拜登来说,重要性就差了一些,会晤可以,但不是美国想会晤就能实现会晤的,当初也是在面向巴黎岛的情况之下,才有好通往旧金山之约, 这一次恐怕也是如此,美国不做出一些改变,或者说总讲表现的强势,见与不见真的没有必要了,总之秘鲁是拜登最后的机会了,就看他自己能否抓得住,或许近来美方打感情牌,就是为了能够见一面, 如果真的如此,那等于是给足了拜登面子,在会晤问题上美方显得非常被动,而由中国来决定见与不见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,这当然也显示的是中国强势了, 其实拜登想利用这一轮战略磋商,为哈里斯助选加分,或者说制造一个针对特朗普的十月惊奇,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, 或许是拜登再赌中国,此时会有所忍耐,也就是不会立即做出激烈的反应,等着美国大选结果而定,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, 当然拜登所做的这一切,可能就是为了能够在他退下来之前,不有四个月的时间内,能够再一次实现会晤,给他的总统生涯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, 目前的软硬兼施,就是这个实现这一目标,不过也有一种可能, 这新一轮战略磋商,实际上就是为了美联储的降息,是怕中国借降息,引发金融市场震动的当口,有所激烈的行动, 这样有可能对美国的金融经济形成重大的打击,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稳住中国,总之不管是避免发生还是主动制造, 这一次都会发生十月惊奇,只是不知道这一次是对哈里斯有利,还是特朗普有用, 而在那里底下,即不出账金融人流出坏图,